龙王用斜眼看他一下说 嗯 我当什么事 原来如此 贵斗司拿一杆枪来给他 贵斗司扛了一杆长枪 悟空结果颠了颠 轻轻一按 枪神弯了过去 悟空说 这算什么兵器 龙王又吩咐博大卫领善立士 抬出一杆三千六百斤重的九股叉来 悟空把他也颠一颠 说道 轻 轻 轻 随手又扔了回去 龙王吃惊地诱导 有 有 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 他又吩咐说 快把那杆七千二百斤重的方天极抬上来 给他试试 边提督 李总兵等就又抬出个方天极来 悟空接在手中 向旋风寺的舞动一会 点腾地将方天极抛向天空 没等落地又补上一脚 方天极蹦起来 几头朝下直直地插力在地中央 吓得老龙王恐惧万分 看得重兵将目瞪口呆 悟空催促道 再拿个重点的来 老龙王战战兢兢地说 大仙法力无穷 我这里再没什么更重的兵器了 悟空笑道 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 连件凑手的兵器都找不到 再去寻寻 龙王正自着急 龙婆 龙鱼走来附在老龙王耳边轻声说离阵 龙王猛有所悟地对悟空说 有了 有了 大仙跟我去看看 老龙王把悟空带到海藏中间 说那闪着金光万道的便是 悟空问那是什么宝贝 龙王说 这个宝贝可有来历 它是羽王治水石留下的一根定海神针 大仙要是拿得动 就送给大仙 悟空跳下去 金钱摸了一把 乃是一根铁柱子 约有头来粗细 二丈有余 他尽力用手窝过 道 能细些短点就好了 话刚说完 那宝贝立即细了一圈短了几尺 悟空又惊又喜道 再细些更好 那宝贝果真又细了几分 悟空十分欢喜 用力一提 就把铁棒拔了出来 说也怪 那海水顿时翻腾咆哮 巨浪滔滔 整个龙宫也随之震荡起来 慌得那老龙王头晕眼花 站立不稳 悟空仔细一看 肩膀上两头是两个金箍 箍旁有行字 上写道 如一金箍棒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悟空喜急 一面捂着 一面对棒叫道 吓 吓 吓 金箍棒更细小了 悟空手持金箍棒 跳到老龙王面前 笑嘻嘻地拱手说 老邻居 俺老孙多谢了 龙王一把抱住悟空 怒气冲冲地说 这是我镇海之宝 不许你拿走 只要我拿得动 就送给我 难道你说了不算吗 悟空说着 将金箍棒一晃 缩成绣花针大小 塞在耳中 转身走了 气得龙王顿足垂胸 狠狠地说 你抢走我镇海之宝 我要到玉帝面前告你一状 在富丽堂皇的天官里 玉皇大帝正在灵小宝殿 聚集文武先卿早朝一事 东海龙王匆匆赶来 败走侯王孙悟空如何蛮横无礼 大闹龙关 拔走他的镇海之宝 恳求玉帝为他做主 龙王还向玉帝奏说 那猴妖妖法甚大 若不出去 龙关永远不得安宁 玉帝诧异道 妖猴什么来历 胆敢这样放肆 太白金星忙上前奏道 他是三百年前得到的猴金 力量能降龙伏虎 移山倒海 万岁妾不可轻视 玉帝听了 对众神说 嗯 哪路天将前去收服妖猴 太白金星忙来劝谏 说不必劳实动众 他愿携带赵书 去招安悟空上天来 受个官职 严加管束 若为天命 就地擒拿玉帝 点头一云 再说 悟空得了金箍棒后 进回花果山 四个老猴 领着众猴 正在飞泉瀑布旁边等候 呼见悟空跳出水面 身上无半点水尸 众猴惊赞不已 悟空满面春风 讲述的宝经过 将铁棒竖在当中 那些猴不知好歹 都来拿那宝贝 却似蜻蜓焊铁树 分猴也搬挪不动 忽然 铁棒又变大 直插入云霄 众猴围着铁棒欢叫 真是个好宝贝 好宝贝 小猴一边欢叫着 一边往棒上爬 最小的小猴爬不上去 悟空过去轻轻一拖 也爬上去了 小猴满满的高兴 东瞧西看 忽然发现了什么 在上边高叫道 大王 天上下来个老头子 一群小猴早上前拦住 问他是干什么的 金星答道 我是西方太白金星 乃天差天使 凤玉帝招安圣旨 请你们大王上界 快快报之 不一会儿 一个小猴跑来 禀报道 那老儿说的是上天差来的 有圣旨请你去 悟空听得大喜道 我这两日 正思量要上天走走 不想却有天使来请 快请他来 金星里须整官走进金箍棒下 棒顶高不可见 金星正仰头看时 那棒往下缩小 悟空落在金星面前 金星吓了一跳 不由后退一步 打量着悟空 悟空笑着向他点点头 金星连忙陪笑 请悟空上天拜授仙路 悟空也想上天去走走 随说道 好 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群侯都要求 大王 我们也能去的 带我们上去看看吧 金星听着心里正自着急 悟空却说 带俺先上天去看看 你们好好在家操练 要是真好 再带你们去 说完 一个金斗翻入云端 金星一眨眼 不见了悟空正自奇怪 小猴说 我们大王早就飞出十万八千里了 金星望着天空 喊了一声 等一等 急忙脚踏 降云赶去 悟空先来到南天门外 正想进去 却被一路大力天丁 神将挡住 悟空道 这个金星老儿乃奸诈之徒 既请老孙 如何教人动刀动枪 阻塞门路 悟空正要动武 金星呼呼气喘地赶来 喊道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悟空看着他 发着狠道 你这老儿 怎么骗我 即使玉帝旨意来请 却怎么不放老孙进去 金星陪小说 你是第一次来 他们不认的 等受了官方 王后随你出入 说着就让天丁 神将闪道 说这是玉帝 赵请来的下界仙人 然后对悟空说 请吧 请吧 悟空随着金星 走进南天门 一路上看见玉石长桥 曲接亭廊 云烟中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自于凡间景之迥异 来到灵霄殿的胆池之上 金星对悟空说 请少等片刻 带我前去启奏 悟空站在殿口 看了一眼 这飞檐都拱上有匾额 很是壮观的宝殿 随即向两旁柱子后走去 殿内众天神摆着架势 都像泥塑木雕一般 不敢煽动一下 悟空觉得新奇 有趣 悟空在天神中间 转来转去 一会儿在天神身上 摸摸扯扯 一会儿又钻到文官中间 窜来窜去 文官们见到悟空 一个个惊慌失措 东张西望 秩序大乱 悟空上天后 又惹大祸 后续故事更精彩 欢迎订阅